本土疫情严峻时刻 确诊民众康复后 真能回到社区吗 台北市一名确诊男子 隔离20天后竟然还是阳性 这名A先生先前确诊新冠肺炎 住院13天 加上检疫旅馆隔离7天 解隔离出院 无需裁剪PCR 不过他不放心 自行到医院裁剪 结果PCR阳性CT值27 A先生无奈表示 得知CT值仍有27 但因为已解隔离 没有居家隔离通知书 不能入住防疫旅馆 只能在家中自求多福 担忧这做法是防疫大漏洞 超过10天以后的PCR 我们目前的科学上是认为 大部分是没有活着病毒存在 专家认为传染力不高 北市卫生局表示 20天后仍阳性是首例 依照指挥中心 5月27号放宽解隔离标准 针对无症状轻症个案 需同时符合退烧至少一天 症状缓解 距离发病日达10天 无需裁剪就能解隔离 并进行7天的居家隔离 不过解隔离标准越放越宽 由于CT值数字越高 表示体内病毒浓度越低 今年1月3号CT值大于等于34 二采才能解隔 爆发本土疫情后 5月27号改为CT值大于等于30 一采就可以解隔 如今CT值27竟然无需裁剪 还说不具传染力 有专家不认同 要解除管制回到社区 基本上都应该先做个筛查 否则我怎么知道 这些人到底还有没有传染性 会不会带给社会危害 解隔标准一再放宽 虽然指挥中心认为病毒量低 但为了避免传播 专家仍呼吁 指挥中心对于解隔民众 应该再更谨慎 记得成全班亚 想于台北采访报导 由于台北采访报导